台中市去年3月制定了街道犬猫遗体处理流程 如果在马路上发现犬猫的遗体要先兵存在公告 如果是有四主饲养要先通知四主 但是台中有民众饲养的爱犬失踪之后 经调阅监视器后发现是遭露杀 却被这尾外包伤当成是一般的废弃物来处理 没有见到爱犬的最后一面 让四主市既难过又生气 质疑公部门根本没有照规定来处理 照片记录爱犬的生活点滴 刘小姐饲养的白色贵宾狗八日晚间失踪 调阅监视器后发现狗狗被车辆撞击死亡 但期间人员处理时 却是把爱犬当成一般废弃物处理 在你们的合约上跟你的外包厂商做修正 外包厂商强调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收到这样的资讯 那么政府如果有了这样的资料出来之后 你第一线你应该把这些箱子直接都配送到外包厂商 因为他是24小时在去清理这些东西 而不是你清洁队去清理 那这个委外厂商说 他们在跟市政府订定的契约根本没有这个规定 根本他们也不晓得要这样处理 那在他们相关订定的契约里头 他们也没有这个责任跟义务要做这样子处理 这个是他们的说法 所以显然这个规定还没有下到所有的清洁队相关的单位 这也暴露了一件事就是现在的这个SOP 这个街道犬猫的遗体处理作业流程 其实它距离真正的落实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 对那所以就像刚刚国书委员提到的 希望今天这个事件会是台中市最后一个案例 未来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台中市去年3月制定街道犬猫遗体处理流程 在马路上发现犬猫遗体要先冰存在公告 如果犬猫有执金片要先通知四主 刘小姐痛批是否没照SOP进行 对此环保局回应将对委外厂商加强宣导正确流程 环保局表示会要求 由清洁队设置固定地点暂时放置街道犬猫遗体 而委外厂商卫衣作业流程 也可能向厂商求偿 避免类似情形再发生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